谁呀 来了 来了 刘姐 刘姐今天来 找我是有事吗 是这么回事 我这房子不能租给你了 你必须在一周之内 给我搬出去 为什么呀 我不是刚刚交过房租吗 我赔你五倍的违约金 你只要搬出去就行 五倍 不是刘姐 你连五倍的违约金都可以赔我 那你为什么要赶我走啊 那你就别管了 我把五倍的钱给你 你在租比我更好的房子 不就是了吗 刘姐 是不是有人指示你这么做的 是不是有人让你把我赶走啊 我听不懂你的话 我走了 刘姐 奶奶好 以周之内必须给我搬出去啊 谁呀 不知道 是不是你耍手段逼我走的 你说什么 是你指示刚才的房东 把我赶走的是不是 你有证据吗 我还需要证据吗 律师那边怕得罪你 不敢接我的案子 公司又怕得罪你把我开除 现在这个房子 对你立中谋来说算什么呢 在孩子面前 你可不可以冷静一点 既然你这么在意彤彤 就不要用下三乱的手段 妈妈 彤彤 爸爸先走了 改天再来看你 彤彤 小松 把盐关上 剑东 去查查刚刚那个房东 是受什么人指使的 明白 希望你查出来的那个人 不是他 你是说利伯母啊 这个不是我的 你怎么来了 徐经理突然打电话叫我过来 我也不知道什么事 以我对他的了解 priced 他既然已经把你开除了 又把你找回来 这里边必定有什么猫腻 小心黄鼠狼给击败您 还能有什么事 比开除更惨啊 说得也是 那他叫你回来干吗 我想了一路也没想明白 参总 来来来 心许他昨天晚上被雷劈了 良心发现也是有可能的 再过十分钟立会 大家会议室准备啊 走 开会 下面我宣布一下人事人命 A组的组长调到了人力资源部 则以公司决定 新组长 由梧桐接任 这 怎么是呢 哇塞 好 可是经理我 我不是已经被开除了吗 你现在不是已经复职 站在这个位置上了吗 就凭我的能力 我没有资格升职啊 请经理 好了 吴组长 这个事情已经决定了 不会更改了 接下来就就我们的吴组长 全力以赴地 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好 美丽没美丽的 大家散会吧 来 骨头啊 你帮我办公室来一下 哦 赶快去吧 没事 快去 快去 我想要我周末去哪儿来了嘛 想好吗 好 来了 曹总 小吴 来来来 坐坐坐 年轻有为 大有前途啊 谢谢曹总 前段时间啊 你一直忙你儿子官司的事情 所以呢 公司决定 暂时让你回去休息一段时间 但公司呢 又考虑到你一直以来的工作表现 我觉得你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所以公司啊 又把你请回来了 希望你当了组长之后 能把动员变成业绩 努力工作 谢谢徐经理 我一定会尽快解决好家里的事情 努力工作 好 现在你升职了 已经增加25% 业绩跟提成 跟原来的组长不一样 真的 谢谢曹总 谢谢徐经理 来 晓妇 走走走 正好啊 我手上有一个大客户 你先看一下 希望你 竭尽全力 搞定他 我保证完成任务 粮食地产 粮食可以说 是我们北京最大的房地产企业 他们最近又刚刚拿下了 CBD边上的一个地标 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 拿住这个大客户 可是 像我现在这样的地位 我根本就没有可能 接触到他们呀 这个你不用担心 你本身不知道 但是 你的借铁关系很强啊 我已经找到了一个机会 能跟梁瑞强联系上 他明天早晨去点高尔夫球 打眼给我一点时间 你马上起草一个营销计划 到球场去说服他 阿什么阿呀 自信一点谋通 可 可是现在时间上 相信我 梁总 就是亲自让你把计划书给他 那就说明 他对你的能力 是相当肯定的 您刚说 梁总亲自让我去 他都不认识我呀 梁总说的话 怎么会有假呢 总之啊 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你可一定要抓住啊 你今天可又姗姗来迟了啊 梁总的球技静静不少 还行吧 想当年可是你的手下败将啊 吴小姐 梁总请你过去一下 梁总不是有客人吗 我 回头再说吧 没有关系 请办